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我是威廉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在河南安阳参观红旗渠纪念馆的时候说 中共政权是拿命换来的 时政评论人士表示 这个命并非共产党的命而是中共专政对象的命 通过中共的历史可以印证中国可能要回到毛泽东时代 中共二十大结束不到七日 习近平就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往陝西的延安、河南安阳等地考察 习近平在10月28日在河南安阳临州市红旗渠的纪念馆参观时候表示 社会主义是拿命换来的 不止过去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 关注中国民主运动的粤刊 北京之春,主片陈维健认为 习近平率身常委前往中共红色根据地 就是所谓的沉根 而对中国社会来说 就等于要回到毛泽东时代 10月30日 陈维健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 这件事释放的信息非常明确 即是中共现在跟国际社会对抗 他认为仍然可以通过当年毛泽东时代的 所谓自力更生的路线撑下去 虽然中国经过40多年的所谓改革开放 经济得到发展 但是对中共最重要的是要补他的政权 陈维健认为 如果因为经济发展而使到中国人的思想意识 逐渐发生变化 发生颜色革命 这个就是中共不愿意看到的 他宁愿回到以前的苦日子 跟世界没有关联的那段日子 这个就是习近平重回延安的目的 陈维健指出 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后就开始镇压人民 将社会之中不同阶层的人 列为他的专政对象 进行迫害 包括资本家、地主等等 当时那些被专政的对象 已经全部被中共消灭 这样在这40多年之中 发展起来的商业龙头 现在就成为了要被中共专政的对象 当年中共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所谓改造 就是难命换来的 只不过这个命不是共产党的命 陈维健表示 这个命是资本家、地主们的命 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前 还能够说难命换是为了这个政权 而夺取政权之后 他就为了维护他的统治 这个命就不是他自己的命 而是专政对象的命 陈维健认为通过历史可以印证 中国可能要回到无时代 中国的历史可能又要重新开始第二次 习近平所称的新时代 和之前中共的统治时代已经完全不同 二十大以后 中共现在的政权和毛泽东 夺取政权以后有所不同 陈维健称 以前中共政权里面有不同的派系 例如无时代 中共党内军队有各个派系 每个派系都有各自的代表人物 比如朱德、林彪都各自代表不同的野战军 中共的十大元帅也都代表各种不同的派系 但是现在不是了 现在就是一派 甚至不是一派 而就是习近平一个人 陈维健表示 新的七常委之中六个 最多只能说是习近平的跟班 实际上连跟班都不是 就是唯命是从 当年刘少奇虽然也都拥护毛泽东 但是也都不会像习近平的跟班一样 战战兢兢,唯命是从 因此从这一点上来看 中共的性质也都发生了变化 虽然总叫做共产党 但是它已经没有不同的派系 共产党成了习近平一个人的党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确实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在到访河南安阳之前 习近平在10月27日 带领中共新常委 前往陝西的延安 朝拜毛泽东的旧居 并且重提毛泽东 即以牢控中共的延安整风 1942年冬春之祭 在中共领导的各个根据地 开始了一场延续多年的大规模整风运动 由于这场运动是以延安为中心 由于在延安开展的运动最为典型 故此史称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是中共历史上进行的第一次 全党范围的政治运动 亦是一场由毛泽东直接领导 包括诸多方面内容的中共党内斗争 和整肃的运动 经过多年的斗争 毛泽东改变了他原先在中共领导层内 相对孤立的处境 在延安整风的运动之中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政治结合 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在刘少奇的全力支持之下 毛泽东使得中共核心层 完全接受了他的主张 和他的个人权威 时政评论人士张天亮认为 习近平这次带中共纵常委前往延安 表明习近平要在党内进一步排除异己 搞路线清洗 张天亮在早前 在他的YouTube自媒体节目之中表示 习近平做这些事 都有他的政治内涵 也就是说 当习近平去延安朝拜七大会址的时候 也就是意味着延安整风2.0 要在北京展开 这种整风表面上看 也是政治斗争 但是这种整风 跟习近平上台之后 第一个五年任期的反复 有着本质的不同 张天亮分析指出 不同之处在于 习近平在第一个任期反阔 完全是出于对权力的维护 第二个任期是要确立自己的路线 比如战狼外交 东升西降 共同富裕 国进民退 人类命运共同体 等等这些文革回潮的路线 张天亮认为 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 同当时毛泽东说 把红旗插满全球 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其实都是文革路线的翻版 张天亮指出 这种情况面临一个严重的挑战 就是在中国很多人对改革开放 还是比较认可的 这个意味着 文革回潮派 和民间和官僚系统之中的改革派人物 就发生冲突 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很快就要展开 这个就是习近平去延安释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 张天亮表示 所谓的改开派 也就是团派 这派人是邓小平当年搞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他们在意识形态之上是倾向邓小平 而不是倾向毛泽东 这样这一次 从政治局常委的构成之中可以看到 习近平其实已经在高层全面地清洗了团牌 以上节目内容取材至大纪元记者徐亦阳的采访报导 今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讲到这里 请大家记得订阅、点赞 本节目的粤语版部分内容 已经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都请大家多多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